近日,冷屏指导的接受某网站采访时说到,朱婷有可能还会要去打全英会的,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打,因为以朱婷现在的伤病,打全英会毫无疑问是难上加难,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,如果朱婷不去吃疗再去打球,可能会对她的伤情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,朱婷现在的状况,如果说接下来9月份打全英会,那么可能就是每一天都要打针吃药,比赛前肯定要打针,不然的话,手腕力疼痛给你是受不了的。 虽然说全英会的比赛讲度跟二位的比赛肯定先差千里,但是要考虑到河南队的整体实力不强,基本上都要围着朱婷来打,在这样的状况之下,朱婷可能要承担的义务甚至比在中国女排的时候更重,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分担压力的情况下,朱婷的伤病可能会变得更加难受。 同时,关于朱婷手腕伤病的手术时间,朗婷也给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,就是可能会等到打完卷晕会后才能够进行手术治疗。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方案,不可能来进行任何保守治疗,朗婷明确地指出,现在朱婷的手腕必须要做手术的根治。 这样的情况之下,朱婷如果没有一年左右的康复时间要来调整恢复的话是不可能的。 当然,目前的事情还没有百分百的定论,也许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之内,比如事情会出现反转,考虑到朱婷的伤病,那么河南队不用朱婷打卷晕会也受不准。 毕竟以河南队目前的状况,带着受伤的朱婷不太可能和天津队、江苏队抗衡,所以已经打入决赛签,对于河南队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了。 因此,最后朱婷是否能够出现在卷晕会的赛场上,就要看河南队到底要怎样安排了。 我们也希望朱婷能够尽快接受手术治疗,在以后的比赛中打出自己的辉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